今天很高興得到親子頭條邀請來書展主持一個家長講座 主題是怎樣培養自信有自律的小孩子 很多家長都覺得小孩子叫他講話他沒有信心 放學後回來講講什麼老師教了什麼又忘記了 別人跟他打招呼又沒有信心 所以家長很希望小孩子有自信心 另一方面很希望他坐定就坐定 乖一點 生性一點 希望他有自律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怎樣培養小朋友既自信有自律 這個自信有自律究竟有沒有矛盾呢 意思就是當他有信心講話的時候 很有信心講 但當他守規矩的時候就希望他守規矩 先講一個反過來的負面例子 四個個案就是五連級 五連級就是我們搞的EQ訓練班 希望他出來講話 就知道他沒有信心了 叫一個 叫兩個 叫三個 叫幾個 他都是不出來 我們打算不叫他先 等到全班同學輪流出來講話 最後都是不肯出來講話 最終都是躲在桌底 沒有出來 五連級 然後不想讓他有壓力 他不用出來 希望說完 希望大家安靜 我們說要安靜 要準備做工作室 他就在這裡聊天 聊天的時間叫他收聲 他不收聲 一次是這樣 兩次是這樣 幾次 因為再講的時間 他都是不收聲的 我們說自信有自律 原來這個小朋友 是沒有自信又沒有自律 當你沒有自律 沒有自律 沒有自律的情況之下 你在學習 不是事半功賠 你可能是沒有得益 一半都沒有 我們希望家長培養小朋友 自信又自律 家長覺得自律 首先要守紀律 施館後教 守規矩 所以不聽話 就用騰跳打 認為打就可能製造到自律 我們要留意 看佛能夠令小朋友 是短暫平放之下乖 但是就是 這個我們叫做他律 就不是自律 是由別人紀律去的 自律的意思 是培養到 令到自己能控制自己 如果假如 試過有家長覺得 我在這裡就乖 我不在這裡就不乖 那就要看佛那個人 存在在這裡 令到他受規矩 我們說自律 是不能夠使用看佛 而製造到紀律出來 很多時候我們說 就是勒乾見影 看佛那個人在 或者有看佛那一刻就守規矩 沒有看佛就不守規矩 年代不同了 家長要注意 現在我們希望子女 能夠用舌劍唇槍 去說服對方 因此家長也不要用看佛 令到子女守紀律 令到他明白紀律的意義在哪裡 我們要留意 小朋友是怎樣可以自律 原來就在日常生活裏面 現立守規矩 並不是用看佛的形式 原來我們去到外國旅行 就感受得清楚 外國人搭火車 上車的時間不用測飛 下車也不測飛 這些真的是自律 沒有人管理的情況下 你能夠控制自己 現在做些什麼呢 原來要由小 令到他守紀律 守紀律是要發自內心 不是發自外在 所以我們要留意 看佛原來有好處 不是沒有好處 是看佛令到他令 這些殺那乖了 就好像噴殺蟲水一樣 當有害蟲 一噴殺蟲水 害蟲死了 亦蟲都死了 所以看佛不是沒有效果 但是有副作用 是會看佛製造了一殺那的紀律 乖了 但是有機會破壞了自信心 好了 我們要留意 看佛能夠製造到好的自律精神 同樣道理 情況下 有些家長說 有愛心 他就自然有自信心 原來那些家長 讓他有愛心 覺得有人疼他 在家裡想吃就吃 想睡就睡 想玩就玩 那是否自信呢 各位家長要注意 自信心 原來這些小孩 在家裡就很有自信心 因為家裡為所欲為 任何做 但是生活經驗不夠 不要聽些人 好像門口狗一樣 在家裡 嘩 很有信心 到凶狠 但是一到陌生環境 生活經驗不夠 最後到其他地方 都是沒有自信的 我們要留意 自信心 有時某程度上 是生活經驗 當生活經驗不夠 純粹在家裡很有信心 這個都不是自信 因此 家長要注意 自信心 來自兩樣東西 因為生活經驗不夠 情況像什麼 就像一隻杯裡的 啤酒 汽水 當杯裡沒有啤酒 沒有汽水 那些泡就很快沒有了 當你裡面還有啤酒 汽水 沒有泡 發一發 還有泡 因為裡面夠餡 夠內涵 所以各位家長要注意 令到他有自信 是生活經驗很重要 另一個環節要留意 讓子女有自信心 是在家庭裡面 容許他表達意見 究竟我想吃什麼 我想玩什麼 不一定是完全跟他的意思 但都應該讓他有機會 表達自己的意見 所以我們想提的一件事 就是讓小朋友既自信又自律 就是讓他有機會表達自己的意見 包括我想吃什麼 我不想吃什麼 當然他表達就是一個環節 但表達完之後 是不是一定完全跟他的意思呢 我們都令到他明白 今天資源限制 時間不夠 我們不一定是跟你的意思去做的 所以家長要留意 我們要培養自信又自律 就是生活環節裡面 是要有機會 等齊人才吃飯 不要偷送食 這些就不是自信心 是沒有自律 所以吃飯要等齊人 所以當他想喝可樂 我們擠出來的時間 不准喝字 等一會 讓他等齊人 忍耐等待 是要練 才會有機會有紀律的精神 還有不是用藤條 是要日積月累 令他在飲食 玩玩具 出門口 這些情況都是守規矩的 另一方面 就是繼續讓他 我現在想晚點才出門口 或者這個太熱 我想要多些冰 他表達意見 我們都可以跟他磋商 正正就家長需要 利用攝劍唇槍 說服他什麼為之對的道理 什麼時候喝得可樂 什麼時候不喝得 所以我們想培養子女 既自信有自律 跟著想說兩個故事 讓大家感受到自信有自律的例子 原來就是有個女孩子 四歲 她就因為曾經在某些意外 火警 接著就是很害怕 害怕到家裡不遺疑 到四歲多的時間 整天放了學 就覺得有些家裡 有些人出來捉他走 父母問他是什麼 他說有些小孩子捉走他 令到父母都害怕 父母都覺得可能見了鬼 我去到家裡 我都被他嚇一嚇 問他鬼從哪裡來 他說四牆牆都有 在前後左右都有 我首先澄清了 原來不是見鬼 為什麼呢 原來放學之後就見鬼 晚上就不見鬼 放學見鬼 見鬼的狀態就是 他會打鬼 打到鬼走 打空氣這樣打 超過半小時至九個小時 最嚴重的那段時間 是連續過半月這樣打 打到吸氣 打到好像抽筋一樣 原來在這個個案 我一上去看 第一件事 原來整個家裡 只有三幾份玩具 原來沒有玩具玩 第二件事 再看家裡有沒有用射燈 即是有些影 家裡沒有用射燈 又沒有舊的水痕 即是不會讓他幻想錯誤 而以為見鬼 第一問題 就是環境上沒有陰影 然後就是玩具不夠 然後再問他 原來就是 問校長 原來他講故事很厲害 原來老師覺得他講故事很厲害 很容易偏讚故事 偏讚故事 偏讚故事也會講公主故事 也沒有來講見鬼 原來問題就是 爸爸在年半前發現女兒 就方塞塞 很害怕 沒有自信心 然後就騰騰震 爸爸曾經見過人自殺 對於一些鬼神之說 自己非常相信 在年半前開始問他 是否見到有東西 原來爸爸問了一些假設性問題 爸爸問了是否見到東西 是否見到有人 大人還是小孩 一個還是兩個 是不停地問他 一直問了一些引導性問題 女兒就回答是否 隨著她的說話能力好了 一直延伸到 慢慢 越講越詳細 越詳細就越驚恐 越驚恐 越驚恐 連媽媽聽見鬼故 自己都哭 自己都害怕 害怕得要找人安慰 好了 故事還沒有講完 年半前發生什麼事情 就再追問了 原來當時查果嶺火粥 這個故事 回到三四十年前 查果嶺 三十年前 查果嶺火粥 火粥的時間 一家三口 爸爸媽媽和他 晚上十點多 逃離火牆 逃離火牆之後 父母很棒 火粥之後 原本沒有木屋住 火粥之後 就很高興 因為上樓 一上樓 就完全遺忘了 掩蓋了火粥的陰影 但女孩子 當時應該兩歲到 都是根本 就是 那個陰影很濃烈 就慢慢發現出來 說說故事順序了 遇到火警 就有陰影 上樓 父母遺忘了 接著他有陰影 爸爸問了引渡式問題 問他是不是見到有東西 一路越問 故事越具體 但貞見 我仍然覺得疑惑 就算這樣 也沒有理由 有疑惑 也會見鬼 原來 真相更加完整 原來 當時一家三口 逃離災場 上樓之後 原來當時 媽媽未上樓之前 已經懷孕 上樓之後 就生多個 到我上樓的時候 已經是有三個 原來有三個小朋友 原本她是公主 生多個 就變成了入東宮 再生多個 變成了入冷宮 接著現在父母覺得她是四歲 就想去期望做宮女 原來就是父母期望做宮女 但是她想得到父母的愛 在這種情況下 就心情矛盾 原因是什麼呢 頑皮就被人罰 乖就覺得理所當然 然後見鬼被人疼 請問你會頑皮 乖 還是見鬼 原來見鬼 就會被人抱 在這種情況下 你這個四歲的女女 是因為一次意外 而導致了有陰影 破壞了信心 破壞了對自己生命的安全感 所以各位家長要注意 小朋友如果遇上一些任何的意外 包括運捏 盪失路 火警 都會影響自信心 所以培養小孩自信 首先避免出任何意外 當然有家長也會覺得陰影 什麼為之陰影呢 就像曬太陽一樣 有些人一曬就黑 有些人曬也不黑 我試過有小朋友混電梯 哭到死去活來 兩三日之後 若無其事搭電梯 但有另一個小朋友 只是衝動地 按出門口 出門口按電梯 按了電梯 而電梯就開了 而父母還未能出出 只是進了電梯十秒都不夠 父母已經趕忙衝出去 按開電梯 半年來都要拖著手搭電梯 所以我們要留意 那個陰影就不是一定絕對性的 是相對看看那個人的心理狀態 還是其他人 即是說不要讓他有陰影 另一方面要注意 就是多些生活經驗 多些應變能力 讓他去不同地方 舉個例子 如果住十八樓 今晚回去上十九樓 過幾天之後 又試試走去後巷 或者走去一些沒有特別 沒有什麼好東西的 帶兒子和女兒去五金泡 看看五金泡有什麼賣 即是看見一些不色彩豐富 可能人的面目表情 都不是笑眉面的情況之下 都能夠面對 這樣就增加了自信心 好了 講完了自信的故事 我們就講講自律的故事 有個五歲的男生 這個男生 他只喜歡玩車 玩車我們覺得不是問題 但問題要注意 等於大人打麻將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但如果那個人 由朝到晚喜歡打麻將 是一個問題 是產生了固執性 影響適應彈性 好了 只講這個五歲的男生 除了只喜歡沉迷玩巴士之外 還有吃非常固執的 這個個案是五歲 只喜歡吃藍罐曲奇 攬著罐名 就是用飲水和吃餅乾 當然這個個案背後 它真是典型自閉症 更加有智障 家裏沒有他扶 有他喜歡 因為覺得敵他不過 因為他是固執又自閉 他喜歡吃就有他吃 我們覺得就不是很妥 我們就是做些什麼 就是要他用碗用匙羹 披餅乾吃 同時很奇怪 阿彭Sir你也是遷就了他 都是吃餅乾 沒錯 我們遷就了他 但是我要求他不是用手吃餅乾 是用工具吃餅乾 因為我們說的是循序漸進 之後我們就是要求做些什麼 就是將餅乾一塊撕開幾塊 要他用碗用匙羹披餅乾碎件 接著下一步 就是披些什麼呢 就是餅乾碎到好像飯一樣碎 由於是循序漸進 他較為容易適應 所以披餅乾碎食 接著大家想一下 這個個案我是想吃飯的 怎樣由他沉迷每日吃餅乾飲水 進而是吃飯呢 我們就設定目標就是 餅乾在這邊 飯在這邊 現在循序漸進了 由碗有匙羹披餅乾吃 餅乾碎食 然後想一下有什麼飯最像餅乾 有什麼餅乾最像飯 當然試過有人說 拿著巴士吃飯 餅乾拌飯 都試過是不成功的 因為他真的很固執 所以一下子太快都不可以 接著做些什麼 大家想不想到 攪拌它也不行 有什麼辦法 有沒有辦法 原來想一下有什麼飯最像餅乾 有什麼餅乾最像飯 米通80分 米通80分 原來步步飯焦是100分 因為米通都像米 又是真是 都像餅乾的 但是我覺得步步飯焦 就是可厚一點 然後再想一下有什麼 即是在吃白飯沒有 還欠三步 就是叫同事特意找飯煲 煲焦飯焦 即是由餅乾碎件 餅乾碎 然後煲焦飯焦 然後是普通飯焦 是煲仔飯的飯焦 然後還欠一步才可以吃白飯 是什麼呢 就是炒飯 炒乾身很爽身的飯 然後才有味的飯 然後才再吃白飯 我們有口號 就是什麼都吃就什麼都識 什麼都不吃就什麼都不識 就簡陰窄吃就有些懂 有些不懂 吃得開拌得起 吃不開拌不起 所以我們要留意 就是我們怎樣令到它 願意試吃不同的食物 試過有些家長強硬逼 逼它會吐 不逼它又不突破 所以我們在逼小孩的過程之中 又要逼 又要不逼 逼得太厲害 它會break down 它會焦慮 你不逼它 它沒有break through 它沒有突破 所以在break down和break through之間 又要逼避 有一個縫位 讓它在適當的時間 怎樣可以妥協 所以不喜歡吃的東西 家長記住不要逼它 但是不應該不逼它 因為我們想令到它有機會守紀律 而守紀律那樣東西 不喜歡吃西瓜 那怎麼辦呢 不喜歡吃西瓜 你逼它真的吐 好不要緊 我們是循序漸進的 不喜歡吃西瓜 今天可以只看西瓜 只看西瓜 就是 今天看西瓜 用眼睛吃西瓜 然後就是過兩天之後摸西瓜 又過兩天之後就是切西瓜 然後再過兩天之後就是聞西瓜 然後再過兩天之後就是西瓜擦唇膏 再擦唇膏 再過兩天之後西瓜擦牙 然後最終先舔西瓜 一喝西瓜汁 然後一直這樣去 就是我們希望它能夠守紀律 守紀律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用個比喻 叫你打邊爐 這位先生叫你打邊爐 待會一起去 唉 打邊爐 水喵喵 吃韓國燒烤 熱辣辣 吃盆菜 連造造 吃魚生 生LL 吃雪糕 冬冰冰 請問你這個朋友好無相處 很麻煩 即是他在生活流程裏面 守不了紀律 所以我們要留意 即是我們想培養小朋友 既自信又自律 就是容許他在生活上 他有表達意見 爸爸我不想吃西瓜 我很怕喝苦茶 即是我們要給機會去表達意見 而家長養成一個習慣 在生活裏面 和他開家庭會議 即是我們開家庭會議 一會兒去書展 一會兒想買哪本書 可以跟他開家庭會議 讓他有表達意見 不一定跟上他的意思 因為有家長害怕 讓他表達意見之後 就失控不守規矩 但我們是容許他表達意見 容許他表達意見背後的原因 因為這本書好看 那樣東西好吃 那樣東西好吃 即容許他表達意見 那樣的心態和習慣性 是未來生活很重要的 所以自信那樣東西 是容許表達意見 但另一方面 表達意見之後 不一定跟上他的意思 因為那樣東西 都知道資源限制 有紀律性的 媽媽不夠錢買 這個換句一千元 你想買就買 我沒有錢買字 或者你咳不吃雪糕字 有些時間 要知道他在生活裏面 不喜歡吃的東西 要試吃 喜歡吃的東西 不要食字 所以喜歡喝的東西 可以等幾秒 不要偷送食 但不喜歡的 要試吃 總之來說 希望大家培養小朋友 成為一個 就是21世紀最良好的公民 以至到學習者 既自信又自律 多謝各位 謝謝各位